是不是因为我们要聊这个才哭啊 有可能 有带来心中的爱 真的觉得蛮疗愈的 你说哭一下蛮疗愈的吗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会定时定期哭 定时定期哭 不会不会我不是这个背景音乐 我是小布鱼演舞曲 诶我们有讲过三圣我烟是哪三道吗 哦接受可以介绍一下 请说有粉红色的 粉红官播 粉红色的爱 粉红色代表爱是爱的品质 然后还有金色的黄金黄色的 金黄色是代表智慧 然后蓝色的话代表 神的意志或者是力量 我要怎么做才可以让他想法 就是符合三圣魂艳的条件呢 我有啊 你自己的品质顾好吧 哦品质很好哦 就活得更有爱啊 活得更有力量更有智慧 我超有爱的哦 各位朋友摆完马之后有没有觉得好忙啊 没时间休息啊 毕竟大家是很想要有丰盛的生活 所以摆完马之后你们就会开始忙起来去好好的赚钱 哎有的时候很忙很累发太兴奋又睡不好 就晚上都会一直想来想去的 所以还好我遇到他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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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真的晚上都会吃睡了美食 对因为我本来之前就是有在吃胶原蛋白嘛 那胶原蛋白对女生来说就是很重要 可是有一些人一直说 哦吃胶原蛋白就是只是吸收了就没有用 有些人就说吃胶原蛋白会QQ彈彈 但是你觉得自己Q彈彈 但又很怕是自己你知道心里觉得 啊我吃了一定有自己一定有 就心里脑补 然后我就很喜欢一个YouTuber 他叫Dr.Grace 然后他就有说 没有人百分之百确定他有用 也没有人确定他没有用 但是假设他十年以后证明他有用了 那我这十年先吃了 不吃百分之 赚到耶 对啊你十年以后参加同学会 哦不好意思因为我这十年都有在服用胶原蛋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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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以耶 你们跟不上我哦已经十年了哦 你自己吃完感觉怎么样 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比较昂贵的水果啦 所以你没有樱桃和那个野莓味 所以我就觉得还蛮开心的 然后隔天就是因为就是睡到自然醒 后呢起来洗完脸以后觉得 哇皮肤有Q嫩有Q嫩感 QQ咽咽咽的真的有效 而且这种就是美果类啊 对女生的呃这个美眉 哈哈哈哈 女生的美眉是非常帮助非常大的 是的是变得比较滋润的啊 水妹妹 水妹妹好哦 上面小姐姐下面小 水妹妹 水妹妹 OK 我这个神农藏百炒 各种 教育蛋白癌都吃过了 因为教育蛋白癌分很多种 几乎都会从动物身上吹出去 然后有的一些腥味会比较重 我觉得它是腥味相对比较没有那么重 然后甜 因为有些人为了要压它腥味就会很甜 所以它不是很甜 因为我本身已经很甜了 我就不能再吃 谢谢 谢谢 哈哈哈 原来是甜心哦 对 所以我觉得它吃起来是很顺口 那你们真的很有好福气耶 像我就没办法吃太多这个 因为它里面有含有一些鱼 就是鱼的那个萃取的那个胶原蛋白 哦它的胶原蛋白是从鱼提取出来 所以你是会过敏是不是 对我会过敏 所以如果你没有过敏体质的人 真的要稍微注意一下哦 然后它是粉状的 所以有容易有点小呛口 所以配水喝会比较好一点 好的如果需要睡了没白梨 如纯生态 胶原蛋白粉的好朋友 在我们资讯栏下方有神仙补习班的专属连结 可以跟我们一起成为睡美人哦 真的没 不会因为他很辛苦 因为我等一下要帮他叫去 其实骂最凶的人 骂他最凶的是我 但是我也觉得他最委屈 因为他要两年 他才跟我认识交往两年 就要把我所有绝活都要摸个 不要讲 要透彻理解你 要完全理解然后知道在干嘛 然后又要打下手 有时候 中泡塞历就是 中泡塞历是一回事 但是打下手他要跟得上中泡塞历 意思是说 我要知道自己要干嘛 然后呢只要出错就是说 你都不知道你自己要干嘛嘛 可是你怎么知道 我以为这样讲 所以我就会回说 你怎么可以不知道 他就会 很难解耶 然后他就会 他就说 你就可以通理 我又不能通理 对啊 你看得到我们看不到啊 对啦 对啦 因为重点是 我不知道 因为我其实我 我其实今天早上还为了件事 跟楼上在聊了一下 然后那个 就他在洗澡嘛 就是在跟楼上聊了一下 我就说 因为佛母就跟我讲说 你要记得 不是每个人 等大郎 都一定要跟你一个模样 这样的等大郎 你是被逼出来的 不代表每个人都跟你一样 被逼出来 你有点太对 奥迪太严苛了 对对对 我就说 可是 可是 他说 没有可是 我想的时候在台湾听到 我们就说 没有可是 可是就 真的要可是 可是你踩到我的脚了耶 没有是徐利宁耶 阿嬷你怎么都没有感觉 好了不要哭了 我们开场了啦 好 你把眼泪擦干净了 很亮吗 他还骂脏话 笑了一大跳 你干嘛骂脏话 没有我刚刚就讲说 靠边 因为我没有 我一转到想说 怎么有人在哭 我想说掉眼泪就算 人家哭那么狠 没有 我刚才哭 我就陆裂了 你那个蛮狠的呢 好 开始咯 大家好 欢迎收听神仙 partnering 我是你们 小仙女 谢依林 我是 e выз 我的 我是你们凌 posed 本节目由大宇宙各方神仙 共同的主持 为各位听众 打开瞳孔见的大门 准备好了吗 那我们一起升空吧 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呢 是不是因为我们要聊这个才哭 带来心中的爱 啊 带来心中的爱 带来心中的爱 真的觉得蛮疗愈的 怎么说 哭哭吗 你就哭一下蛮疗愈的 对啊 因为我以前就会定时定期哭 我有告诉我自己 定时定期哭 那有被添音乐吗 不会不会 我不是这个被添音乐 我是小布园母曲 反正就是那个 以前因为我以前 因为有一段时间 我大概有三年吧 有两年多 我应该没有到三年 两年多 我不哭也不笑 那你的皮肤就麻木了 我都是这样子 就是没有 我笑不出来我也哭不出来 但是明明就是很有情绪哦 就是你完全就是 有一段时间啦 所以我以前就发现说 不能这样子 不能这样子 如果就算哭不出来 我也要假装我要哭 要假哭一下 假哭一下 但是有时候假假假假 就哭出来 我怎么要讲什么 就像是你不开心 但是你一直假装 你开心假假假假 就突然觉得 真的开心起来 对真的开心起来 真的耶 有时候你 有了你 就会笑一笑一笑 然后旁边就这样 被传染了 笑着磨了 对不对 对对对 会这样子会这样子 就觉得 就是一定要 就是让自己那个情绪 真的做不到 可是就先假装一下 对对对 对对对 就变真的 因为情绪真的要流动 因为真的是 就像刚刚讲的 刚才有QA 不是说他压力很大吗 所以压力很大 真的要学会哭跟笑 因为哭跟笑 真的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小朋友 小朋友为什么那么有能量 原因就是他 该哭的时候就哭 该笑的时候就笑 该活动的时候就活动 该睡的时候就睡 好爽哦 对对对 很羡慕我 好羡慕 对啊 他们是最最最清透的存在 对啊 所以我们长大 真的不要忘记哭跟笑 反正我就是因为 电磁电磁会哭 因为我觉得我们太 有的时候就是被限制 例如说你已经把哭 就是怎么样的状态 哭就是懦弱的表现 然后像什么情况 就不应该笑 对不对 那天我跟我朋友来聊天 他说他是他奶奶带大的 他跟他奶奶离开的时候 他没有哭 然后他表姐啊什么 就他说奶奶那么爱你 怎么没有良心啊什么什么的 其实 他反而他 他完全没办法去 理解 对他没有办法去承担那份悲伤的时候 他是哭不出来的 对 你如果是自然健康的状况 你就会自然的笑 自然的哭 嗯 好我们今天不是在聊哭啦 哈哈哈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这个 三圣火焰吗 是三圣火焰 还有圣塔库玛拉与香巴拉 是的 是的 那我们先聊谁好呢 三圣火焰吗 我可以先讲一下圣塔库 就三圣火焰的故事 好的 我只有一小小的准备 好好听 我要听 就因为之前不是讲 阳神一阳神二的时候 我们讲的就是圣塔库玛拉嘛 但是我们现在 就把它融会贯通 然后把那个三圣火焰的故事再讲一次 好 就是那个圣塔库玛拉就是我们的 蓝灯佛也是宇宙基督嘛 他是我们精心上的基督 然后他也是第三道光的那个 呃 呃就是代表 那个圣爱的粉红色的光 代表爱的光 嗯嗯 然后他 他在那个 呃大概一千八百万年前 就是地球那时候 大家的三圣火焰越变越小 越变越小的时候呢 就是那个宇宙议会决定要把 就是地球这个伺服器关掉 这这间电收摊 对 这分电收摊 然后那个金献基督就举手说 哦 那我来拯救大家好了 所以他们就决定要来 帮助地球的和人类就是 在心中重新揽起那个 三圣火焰的能量 那我们去连结内在的神性 嗯嗯 就连结内在的基督和内在的佛陀 嗯 然后呢 他第一次出现 呃在 地球上的时候 就是出现在爱马山 然后我们大家会讲 这个是跟日本旧即便是有关系 嗯嗯嗯嗯嗯 然后那个 到呃 因为康玛拉他说他要来到地球嘛 所以他就有十四万四千位的光之兄弟 就是光的存在们就是来帮助他 然后一起来帮助地球的养生 人类 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你说我们那个时候是 被蜥蜴人成为机器人的时候吗 时刻 呃对就是他们那开始在调整 你很地狱的时候 对对对 就蓝灯火就来 对要帮助大家燃起心中的三圣火焰 他们第一步做要做什么呢 先打造光之圣殿和那个火碑 就那个圣碑 要迎接三圣火焰的 就是来安住在地球上 所以那个就那个光之兄弟们就先在那个 呃就打造一个光之圣殿 在那个喜马拉雅山到大戈壁之间 然后开一个叫香巴拉的地方这样子 就是他们的总部嘛 对 汪汪队总部 然后他们就把那个三圣火焰 引寄到那个地球上这样 诶我们有讲过三圣火焰是哪三道吗 哦接受可以介绍一下 好 有粉红色的 粉红光波 粉红色的爱 粉红色代表爱是爱的品质 对 然后还有金色的 金黄色的 金黄色是代表智慧 然后蓝色的话代表 神的意志或者是力量这样子 诶我现在真的觉得这三件事情缺一不可耶 没有智慧的爱 他很有力量 可是没有智慧就很可怕就很容易 你爱啊 对 错爱 错爱 没有智慧的爱就很被骗 对 之类的 诈骗啊 所以现在诈骗这么多是因为没有智慧的爱吗 代表我们很需要智慧 大家爱他犯了爱 我们很需要智慧 其实我真的觉得 诈骗很容易早上孤单的人 对啊 尤其是老人家或什么 大家都觉得你怎么那么笨啊 怎么那么被骗 你想想看你是一个老人家 你几个月没接到一通电话 有一个人打电话给你 你会不会好好跟他聊聊 我们是整天接电话接到很烦 然后就诈骗一打来就赶他挂掉 所以你很容易就滤掉 可是有一些老人家 我们其实不应该去 去反省他 你怎么那么好骗 你们应该要去想他为什么 这么孤单 连一个骗子的话都要听 他可能就是要找个陪伴吗 真的 有个聊天的对象 真的很孤单 真的很孤单 所以我们要多多关心老人家 打电话给他们 要好好跟他们聊天啦 因为真的孤单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孤单很可怕 有些老人可能他们根本就知道自己是被骗 他们就是甘雨被骗 真的 真的 有的其实其实隐隐约约 他可能想知道有点什么事端 可能让家人关心他 我觉得有一些是这样的状况 所以主动关心老人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嗯 然后 我刚才故事好像讲太快了 所以 所以如果说我请你补充一下 好啦我来讲一下 反正我每次听到三圣回音都会觉得想到小红帽恰恰 为什么 爱 力量 勇气 但我们是爱智慧跟力量 爱与智慧与力量 缺一不可 因为有爱 如果你有爱 但是你没有智慧也没有力量的话 你救不了人 也帮不了人 没有办法 对 你也帮不了你自己 因为你的 因为你没有智慧也没有力量 但是你有智慧却没有爱也没有力量的话 也帮不了人 你有力量但没有爱跟智慧的话 也不行 所以他们三个要一起运作 但有趣的事情是在三圣火焰 它是有自己的图片的 它有自己的构图的 我们总是会说 三股变 对 一股麻花变的感觉 对这样子卷在一起 然后三种颜色的 然后中间永远在中间 金色永远在中间 为什么 因为智慧要去 贯穿一切 贯穿那个爱也贯穿力量 那爱跟力量都充满了智慧 所以反而智慧最重要的吗 智慧才会把他们放在对的位置 把力量和爱放在对的位置 所以必须把智慧放在中间 然后爱跟力量缠绕于智慧 变成一卷三素的三圣火焰 而且这三圣火焰的 火焰的高度啊 也必须一样的高度 不能偏 谁高谁低这样子 爱太强 然后智慧跟力量跟不上也不行 力量太强 爱跟智慧跟不上也不行 所以他们三个必须平均高度 然后金色永远要坐中间 黄金比利耶 要黄金比利 所以很感谢Saneta Kumara 在150万年前的时候 在我们的戈壁 大戈壁的上面 还有喜马拉雅的上空 在去建立的圣殿 跟一个所谓的圣碑 其实你们就把当作那是 承接力量的一个容器 或是载体就好了 就像奥运圣火一样啦 对 是吗 就是把那圣火传递过来 从金星再送回来 我觉得这要讲的不是 太实体化的时候 他们就是个载体 就是一个媒介 让这个能量能够来的载体 但形式上是有点像圣碑没做 比较像是能量的定锚点 对 帮助大家的那个三圣火焰 能够重新再茁壮发展 越烧越旺 是的 那我们现在看起来有越烧越旺吗 我觉得是有的 应该是说 有变大一点点吗 我觉得应该是说 他们当时是 你是说 那个小火焰 小火焰 我觉得当时他们来是来保底的 至少要这么多 你们才可以玩得下去 那 然后就 看我们的地球人 可以烧多少 天心 天才 对 天才 可以提到什么程度 就会越来越好 对 对对就会越来越旺 越来越好 所以就是看我们自己 但是它一定有一个保底的作用 让我们至少有一个小小的火焰在心中 这个三圣火焰跟紫色火焰是不同的火焰吗 是不同的火焰 是不同的火焰 三圣火焰是三圣火焰 紫色火焰是紫色火焰 但是 有此意说 有此意说 不一定是完全 对的 但是有此意说 紫色火焰其实是三圣火焰的混合色 哦就是反而闪闪发亮 蓝色加粉红色就是紫色嘛 然后再加上金色是三圣火 它不是真的黄色 它是金色 是闪闪发亮的紫 对 OMG 所以黄金比例给它放在一起就是紫火焰 对对对 但是也没有办法认证嘛 这件事情 是有人这么说 我们推测啦 推测 那 那 我们最好是先把我们分开 先最好是把我们分开 但是有此意说 所以我们会说紫色火焰为什么那么强大 因为它是具备爱 智慧跟力量的 黄金比例 黄金比例 好 我可以补充一下 就是我在查之谣 顶峰灯塔是说 就是 那个 三圣火焰是来自于 圣卡库马拉的第三道光 第三道光是粉红色的光 是帮助大家走进 红宝质之光 走向圣爱 就是走向神圣的爱的这条路 这样子 对 我来解释一下 粉红色代表无条件的爱 那圣爱是指宇宙更高 更高版本的宇宙圣爱 宇宙版的圣爱这样子 所以就是粉红色会带领我们走进红宝石 就是更高 更深层次的爱 这样子 所以 三圣火焰 它的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三圣火焰很特别 因为它是出自于第三道光 粉红色光而来的一道火焰 出自于爱而来的一个力量 对 所以是一个很强大的能量 那150万年前 那这个Saneta Kumara 按照某些传承的神秘学友说到 Saneta Kumara降临到日本的安马山 京都的安马山 所以它是第一站 第一站 然后降临在京都的安马山 然后呢 那个安马山啊 就是我们现在台面上所说的 旧解灵气的发源 发祥地之一 发祥地之一 有因缘的地方 京都这个地方 真的已经去有特别 就是宁静的 对对对 就是 也不是说能量满满那种 就是你 这个城市就有一股 很定的力量 必须让你定下来的那种 宁静感 对宁静感的一个 我满喜欢京都的耶 它虽然是老古城 就是很古老的城市 但是它不会有那种 因为很多古城你有感受到 例如说我之前去罗马 我就感受到 你感受到那整个历史的轨迹 都还活在那里 嗯 就是有所有的历史事件啊 这样子 那可是我觉得京都 它那么老他他没有 他好像就是 很鲜活 对一到活水就这样活过来 虽然你觉得它很久 可是它 又好像没有痕迹的 一个城市 对的对的 好奇怪哦 真的很鲜活 哇你形容了三分钟耶 好厉害 哈哈哈哈哈哈 很鲜活的形容 好会鲜活哦 是吧 你有这种感觉吗 我我对啊我蛮喜欢那个 因为金板奈就一起的嘛 就大板奈 奈良跟京都三个会一起玩 你会觉得 这三个城市 其他的两个 看起来就比较热闹 或者是比较有 他有自己的气氛 比较常见 对对对 但是京都这种气质不常见 嗯 所以是因为他 的降临 是因为他这样子所以才降临 还是他因为降临了 所以才这样 他选了一个不错地方降临 嗯跟他相合的地方相遇 哦他频率可能是相近的 再加上那个日本人的 日本人真的早期很聪明 他们的阴阳师真的布了很大的风水 阴阳师 什么是阴阳师 他们的道士吧 呃有点像日本 在地的道士 就是神职人员 哦 日本神职人员有两种 一种叫做阴阳师 一个叫做神道 神道的祭司 就是大家会看到 白色上衣 就是全夜叉那个啊 那关门师呢 关门师是个电影 哈哈哈 反正呢 日本有两个比较厉害 当地出产的神职人 一个就叫阴阳师 一个叫做神道的 通常是舞女比较常见 然后那个 那阴阳师最常最有名 就是安倍清明啊 去去去去 然后那个舞芒星 听一个点那个 不认识 对不起 没关系 反正日本就有一个阴阳师 他们在早期是为皇室而服务的 他们最常就是 处理风水 大型风水 国家风水 虽然 虽然他们的国家的造证 是按风水去调的 哦 而且他们舞芒星呢 通常他们都用舞芒星 所以以前在台北也有传说 不是台北有某些重要的 弟子的点 连起来就是一颗舞芒星 哦那是自时代他们设好的 对 以前他们中文拜天照大雨神的地方 都是龙脉 都是龙脉 所以你们当现在 以前的天照大雨神的神色都被改成什么 国家那一台就改成忠烈词 哦 元三大饭店 哦 所以你们就看 其实那个 都是风水宝地 都是风水宝地 但是盖在忠烈 盖成忠烈词吗 也很好 也很好 也都是灵性的存在 也都是灵性的存在 对 为什么我觉得你那个收 把这话收起来收的不好 哈哈 不是 是因为我跟你们说 为什么会这样讲 是因为我们现在忠烈词 也没有人好好在近似啊 大家一定要 没有人在拜啊 嗯没有没有 就只有 没有相互就 不管是谁落在这个地点上 他没有办法 他没有好好经营他的能量场 他就是起不来 可惜了 可惜了 不是谁进来的问题 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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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 我们说回圣塔库玛拉 哈哈哈哈 好了 我看你上面写书 有七位库玛拉 对 他说 传说啊 就是说有那个 七位库玛拉 带有七道光 七道光之主 那这个他是里面 最突出 最出色的那一位 然后有些 有些传说 像印度的传说 是四位库玛拉 有些说几位 七位就七个颜色 为什么第三道是粉红色 应该是黄色吧 你说红尘黄绿蓝电子吗 不是这样算吗 不是不是 因为人类 刚刚讲红尘黄绿蓝电子 是人类的脉轮 还有可见光 但是宇宙版本的光色线 他们是不同颜色 不是这样子的 他们是有哪些颜色呢 第一道好像是蓝色吗 蓝色 第二道是黄色 第二道是黄色 第三道是粉红色 然后第四道是纯净的白光 透明 第五道是 第五道是什么 第五道是翡翠绿色 然后第六道是红宝石 或是有点带橘金色的那种颜色 然后第七道是紫色 紫色光和紫色红颜 也好美耶 对这是宇宙版本 宇宙光 对对对 宇宙光射线 跟大家讲一下 这些都是我们善业所累积的 好的业力 是吗 他们有他们特定的品质 如果你有很多的善业的话 那特定的光就越来越显闪耀 这是我们可以稍微提及的 因为这个顶峰灯塔 本来就有讲的一些老师 对那 那没关系 这七位库玛拉 他们各自负责一道光色线 一道颜色的光 那最出色就是我们的 Saneta Kumara 她是负责第三道 粉红色的光 红色光 对对对 让大家心中重新就充满爱 然后再拦起那个三圣火焰这样子 对那Saneta Kumara 那她来到地球之后 就是她建立了Saneta Kumara 这个力 这个能量的场域 那Saneta Kumara 这个场域通常就是我们会 她会出现在喜马拉雅山 跟那个戈壁上空 戈壁沙漠的上空 通常就是这我们会讲她的 不是箭在那里 应该是说她的出入口在那里 Saneta Kumara的出入口 次元门户 那箭在哪 箭在 喜马拉雅山的正上方 以太体的层面上 你说那只是她的门吗 那她真正的内容物在哪 她在异世界 不在这个就是 不在我们看得到的地球世界了 只是她的 但是她的门口必须要靠 就是那种频率 必须要让 靠近物质世界 让我们能接 所以我们真的可以藏着那边进去 是可以进去的 那只是她的很严格 因为进入香巴拉有非常多严格 你说她有守门员吗 她有守门员 18岁了吗 哈哈哈哈 她有守门员 然后非常严格 通常而且通常是不大 但是她的申请很难 通常是进不去 一般人都进不去 那很厉害的生殖人员有没有进去 例如说我们知道的什么什么大祭祀啊 什么之类的 有 他们有没有偷进去 一定有 有时候是看得到 但是他们进不去 他们进得去 他们进得去哦 看她手上有没有那个夜店章 通常是 通常是里面内部发邀请函给外面 哦 他就可以进去 在梦里就进去这样 但是通常一般人有时候 我去过香巴 去过香巴的人 不管是用做梦还是亲自去 大部分都不是真的 大部分 绝大部分都不是真的 只有极少数人是真的 因为他们太严格了 极少数那些人都已经是到了 已经快要呈现的地步了吧 对的 叫证悟的程度 这样子 已经开悟的程度 或者他们有无条件的爱才进得去 嗯 可能会受邀 那也没有不小心有些坏坏的东西 闯进去 不可能 不可能吗 嗯 相传 香巴拉斯在人类快要灭掉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出现 当时到时候就是恶魔遍满大地 然后所有灾难遍满大地的时候 他就会出来 而且那时候人类的科技会有能力发现 香巴拉王有办法进入到香巴拉王国 就是强行撬开香巴拉的门 我要进来 对 就比喻是这样子 嗯 那香巴拉中间就忍不住了啊 他们就会出来去处理处理一下人类 就带着大军 对 烧掉 烧光 不但去处理那些要来 就是撬开他门的人 他也会处理整个地球 让地球恢复到天堂的状态 因为小巴拉有些特点 第一件是他们的人民的身体是彩虹的身体 他们是光的身体 他们是没有像我们物质的身体 所以是名副其实光的子民 对他们是名副其实光的子民 这样子 然后再来他们的科技是高我们好几等的 所以纵然我们那时候有能力撬开他的门 但我们其实是没有能力 对我们也没有 但我们也是没有能力对抗他们的 那他们在里面干嘛 他们的人民在里面干嘛 就是安稳的过生活 就只是过生活 就是天堂啊 就只是一个天堂的世界而已 对天堂的世界要过生活啊 天堂的世界感觉就没有要做什么事啊 就是过得很好啊 对啊 因为我们在物质世界我们才需要做事情 对对对 没有我刚想说搞不好他们在天堂在帮我们 维持什么能量产之类的 是有了 就是三圣火焰吧 就例如说我想 例如说我求的某一个天使他可能住在那 那他在那边工作啊 嗯 有没有可能 我就说他的办公室啊 是类的啊 那你要求光的势力 对光的势力 哦我以为光的势力就住在香巴拉不是吗 光明势力 没有没有就特定的会住香巴拉 因为香巴拉有特别的工作 他们的工作就是要去将更高宇宙的智慧 他们很像是宇宙智慧的图书馆出藏室 哦 所有宇宙所有的秘密跟最珍贵的东西 都储存在香巴拉 宇宙中看不见最珍贵的东西都在那里 所以不只三圣火焰 所有的一些更高世界的秘密智慧都藏在那边 还有神奇的东西都藏在那里 哇好好玩哦 所以以前希特勒最想要找的就是香巴拉 他想找香巴拉 他想找香巴拉 跑到南北极都四处找啊 就想要然后跑到西藏去 就想要去问出香巴拉的路口在哪里 因为西藏有很多的深话在讲这个啊 对那他就很想要 因为他当时很想打赢嘛 所以他那时候就 这个都是有 想要把秘密都拿到 这个是有历史 历史 可考的 可考的哦 因为他有出他的出征就是他 出征图 对出征图 他口鼓对出去的 那反正呢 就是找不到嘛 因为香巴拉就不愿意为他开门啊 这样子 嗯 反正这就是香巴拉 香巴拉有很多工作 但就是为 保护人类在最后一刻 不要灭亡 至于还有办法让人类一箭转 就是一箭那个 恢复箭 提死回生 提死回生箭 然后他们会生出新的东西 就创造出新的棒棒的东西 给人类使用嘛 对对对对对 会有很高的 很更高的科技会给予人类 这样子 当人类的智慧足够的话 所以AI啊核弹啊 他们完全不怕核弹 因为他们 在古老的预言书 他们已经讲到核 核弹的这个东西 那他们讲说他会干嘛 他说他们就会出来 就到时候 人类将会 做一些毁天灭地的东西 当时候天上会下红雨 然后地上的会被光所照 然后都会融化之类的 就是跟这些东西 他说我们会出来 因为他们没有再怕这件事 反正anyway 我们大概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因为我们不需要 我们过关了嘛 他就是说有可能 人类发现的是 他们会出来就有人类 那像巴勒的能量定锚点 除了刚刚讲的那个 戈壁沙漠 还有一个 西方在加勒亭山脉 在黄石公园旁边的那个地方 黄石公园的皇家提顿 皇家提顿 一个地方叫皇家提顿 一个牧场还是什么的 正上方 然后他有一个特别的出路口 嗯 但我们为什么要知道出路口呢 就是其实也没那么重要 只是说跟大家说 哦原来他们在这里 没有啊我讲这个是主要想知道说 我们台湾也有一个窗口 今天不是说 行天宫 对啊而且是台北行天宫 台北行天宫 对对对 他的 他算他也 可是你不是说门入口 出路口只有两个吗 那他算是什么 小后门 临时 小窗户 临时窗口 待办处 临时待办处 知道了啦 那个邮差车 不是邮局小车车 对对对 邮局小车车 对对 就是临时订锚点 这样子 因为台湾有非常多特殊的议题 有些需要的 对对对 所以他必须在这边设临时窗口 那临时窗口就在行天宫 是不是因为台湾人太爱拜拜啦 蛤 是不是因为台湾人太爱拜拜啦 啥都拜 应该也 也是不是啦 反正就是 那边临时窗口就大家可以去拜拜 但他那边就不烧香嘛 所以也挺好的 也不错 也不错 然后那个 能量也挺好的 那我要先讲一下 因为Selander Kumara是火焰之王 他是火焰之王 火焰之主 所以那个 他也是正义王 所以你不要去跟他讲一些 有的没的 有的没的 报仇啊 什么有的 对然后第一 我最近学会一句很好笑 他就说就是 如果有人跟你抱怨说 为什么 让那些坏人啊 都不遵守规矩啊 你都不去 骂他们啊 干嘛的话 如果有人跟你讲这句话说 那你要怎么回呢 我就会说 那我先拿你来立规矩 拿这个跟我抱怨的人来立规矩 怎么立 可是这个人他一定觉得 自己都没做错事啊 他第一个就先做错事啊 我第一次其实就是 我第一次其实不是台面上 言语上的意思 就是说 当你要去要求 寻求正义的时候 你要先看看你自己 你有沒有做到 你有沒有做到 因为那个Selander Kumara 是非常非常正义的哦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这件事哦 难怪 因为观圣帝君也是 一样的能量嘛 就公平正义 对 因为我现在身边朋友 可能有些 有问题啊 或什么的 我们就说 那你就跟观圣帝君说 嗯 这样子 可是你要跟他 打小包公主圈 你要确定自己都 都没错 因为他会先从你身上找 对 他先看 对 但是通常啊 是随着你的抱怨的层级越高 他都会看得越仔细 所以你如果是小小的那种 小哭小闹 他就觉得 人骂人性嘛 但是如果你已经要去 指教别人的那个人格了 或者是你也讲别人 是一个十二不赦的话 那他会好好看看你自己 就是提问的这个人 就是几股敏怨的这个人 到底是不是一个散类 他就先看清楚啊 嗯 可是我觉得通常 某某几股某某 嗯 我自己啊 我私人啊 我觉得就是某某去 指教别人的人 其实 我觉得很难 很难做到他 他 他自己也是一丝不苟 嗯 我就发现你很爱 去指教别人的人 你对自己 其实也 也发现自己其实很多 对 也很多问题 所以你 你会总是看到别人啊 然后其实 完全 就是 呃 很频率很高啊 或是自己 自己都不会做这些事情的人 会 会很善待别人 对对对对 这些人通常他们都会觉得 每一个人做 不能说他做错事情 只能说他可能遇到了不好的状况 是 这样子 嗯 所以给大家一个 小小的 方法或公式 如果你没有遇到这种 比较正义类型的 神圣事例的时候 请你一定要记得就是说 就是我 在某个地方 也是没有做好 然后哪些点没做好 但是 先自己讲出来 对 但是 对方做的这件事情 真的 影响到我了 真的影响到我 而且我们就这样搅和下去 我没有一个人 谁会 没有一个 没有哪一方会变更好 那能不能我去 我去改正我自己的问题 他 他也要处理他的问题 对的对的 你这样子跟他们讲之后 他们就去处理了 你不能某某说谁怎样 他都对我怎样 他都怎样 他都 都是累的错 那就完蛋了 那就很麻烦 对 那 你一定要学会这个公式 然后 但是你也要记得 你已经跟他讲了 你会去修正你的问题 最好是要给我修正 然后 有没有到时候很尴尬 然后我跟你讲 就这种 正义类型的神圣事例 这种公平正义类型的神圣事例 他们 有一说一 然后说到做到 所以如果你 你遵守了这次的 你刚刚讲的 你会改的东西的话 你现在在请 无论在请求他什么时候 你的信用评分就很好 然后他们也说到做到 他单一你之后 他就一定做得到 善的循环 对的 所以 所以就是这样子 正义的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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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呢 目前就是 神圣的古巴尔是这样了 然后他在 他的身份就是古老的叫做 蓝灯佛 释迦摩尼佛的老师 他是释迦摩尼佛的老师 对 叫蓝灯佛 这样子 然后那个 我猜他也是个佛陀 所以他就很 所以他其实也是很慈悲的 但所以 既正义也很慈悲 也很公义 所以大家其实不要去想说 我也好想去 神圣的古马拉看看 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要进去香巴拉 因为 根本没有关系 就是没差太大的关系 但是 如果说你自己 因为大部分我们像台湾人 跟香巴拉 非常的有缘 所以如果说 香巴拉如果愿意帮你的话 你的生命会变得很丰富 很丰盛 这样子 但你们可以先寻求 那我怎么要让他想帮我 我要怎么做才可以让他想帮我 就符合三线回应的条件 我先把你自己的品质顾好吧 我品质很好 就活得更有爱啊 活得更有力量 更有聚会 我超有爱的哦 快来照顾我 最近可以先修一下我的喉咙 我喉咙真的不太好 我再帮你看一下 你刚刚这样子就是没有先说 我这边问题在哪里 蛤 你要跟罗尚讲 对我都做到了啊 为什么还没有给我的感觉 哦 对不对 因为他刚刚上一把才讲说 你要先说我的状况是什么 对 罗河龙不好我就要说 对不起我停下讲太多难听的话 然后开黄枪吗 对啊 黄枪算吗 这你们也要跟我算哦 哈哈哈哈 不过关 直接不过关 直接不过关哦 对啊就真的那三个品质 没有没有不是说每一件事情都可能达到完美 对 那你就要先预先先讲说 呃我这可能这三个里面可能会差一点做80% 对对 那我会不会求求你 求求你给我一点力量 刚不够谦虚啦 然后关键点就是在于说 你是要觉知自己的问题 不是要你批判自己哦 这是两件事哦 你只是觉知你哪里的不足 而且发现自己的缺点吗 对对对 缺点或者是不足的地方 没有要你批判自己 只是看见的时候不得这些东西 然后先交代 诶但我去行天宫 我那个香味先烧一半 哈哈哈哈 先抱着你的缺点 对 没有因为行天宫没有香 我我我我 我我我 你会可以讲五香 你可以讲很久 对那你会说我在那边陆订干嘛 我平常吃太多肉了 他在报告缺点 他在讲别人的坏话 哈哈哈 不过我还是很推荐大家去见一下 Saneth Kumara啦 因为就是那边的地锚点去祈求一些事情 因为真的 还有又 还有一件事情他们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恢复秩序 所以如果你现在生活一团混乱 迷惘 找不到方向 或者是 身处 感觉好像身处黑暗中 然后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你遇到很多大事的时候 你们真的可以去行天宫走走 去跟Saneth Kumara讲 不是说那个和平岛外海也有吗 也可以去那边走走吗 和平岛 基隆和平岛那里也可以去逛逛 如果你不想要拜庙的话 你就是去那里休息 走走吃个饭也可以 就让你调整能量 那如果你有幸的话就去行天宫 去跟观圣地君讲 因为他们那边是Saneth Kumara的临时窗口 那他们很快会让你的生活恢复秩序 恢复秩序 恢复秩序是为了什么呢 恢复有爱的生活 跟丰盛的生活 可以去京都也可以去京都 京都也可以 去阿玛山很棒 阿玛山 就挑战一下 对 因为那个 曾延宗是不是也在那个位置啊 在京都 也在那附近对不对 反正就是阿玛山也是很不错的 因为那是旧井灵气的发祥地 旧井灵气是个灵气系统 是个能量系统 那 现在还有 我来讲一下 根据神秘学的传承 那个Saneth Kumara在那个京都 阿玛山的这个地方降临 然后那个地方有一个 神社 一个寺 一个神社 叫阿玛神社吗 我忘记了 一个很小小的神社 一个小小的神社 里面专门供奉了一个神 供奉了三位大神 其中一位叫做魔王尊 魔王什么 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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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王就是Saneth Kumara 这样子 哦 对 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 什么叫魔王呢 因为那个日本的那个神 古字来说啊 他的神 神这个字 和真 真实的真这个字 还有魔这个字 他们的日文翻译都是 N A 马 马 对 都是同一个字哦 就叫马 这样子 虽然就是骂字 他们是骂 他是骂字真神 这是日本的延龄学 叫骂字真神 反正就是骂 那代表是真 所以古时候有一些 日本古时候有一些 问题发生了 所以他们正神跟 另外一方面的 势力的那个名词 是完全颠倒的 像进化水月 所以 他叫魔王尊的地方 那个其实是拜正神的地方 真神的 日本有些邪神 故意让那个 正神的名字 蒙一层灰 不让大家拜正神 就正神颠倒了 哦 正神用邪神的名字 邪神用正神的名字 对对 他们整个颠倒 这样子 好乱哦 有些特别的问题 我就不多说了 因为这个又牵扯到一些 历史文 太复杂了 对对 因为日本他们要处理业力嘛 所以他们要有很大的 我就不多说了 反正就是魔王尊 就是 Saneta Kumara 这样子 你们可以去 阿玛山去走走 这样 然后 那山神火焰跟 这个香巴拉 我们还有什么特别需要 跟大家 大家说的重点 其实他的重点就是 帮助大家连结内在的神性 走向黄金时代 所以我们就是 透过这样走向黄金世纪啊 因为我们大家跟神的连结 就是跟你的高我 跟你的神我的连结 非常的紧密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 一在天堂里面 你就在黄金世纪 那我怎么使用它 你们可以观赏啊 想象那个 三圣火焰 怎么想怎么想 充满着你 就是你们可以 好烫啊 先去找一下 三圣火焰的图 因为顶峰灯 它有出三圣火焰的图 那可以刺青刺三圣 我不建议大家刺青 不建议 反正就是大家那个 你们可以观想你 沐浴在三圣火焰 就三圣火焰在燃烧 敬润着你 三圣火焰在燃烧 你整个身体 包含你全身的所有细胞 还有基因 还有基本粒子 这样子 然后都沐浴在三圣火焰里面 它会提升你的 很奇怪哦 你的内在的爱啊 智慧跟力量 会慢慢的就浮现出来了 我们之前叫做 紫色火焰嘛 用紫色火焰燃烧自己 那我们就会由 由非正面的 转成正面的嘛 对不对 从不纯净的恢复纯净嘛 那三圣火焰的品 三圣火焰就是 好上加好 你原本不足 我让它变好 然后好的呢 在好上上好 更好更好 对对对 就是身体充满光的意思 就让我们全部都 进入在光的里面这样子 对 对然后你就会变得 越来越美好 而且你会发现 因为我跟大家说 其实大部分人的生命 所有不管是 事业工作财富健康关系 等等的议题 都跟三圣火焰 脱离不了干系 哦 什么叫做力量 你的行动力 创造力 生命力 是不是力量 执行力 执行力是力量 没有 每天在那边很有爱 很有智慧 整天在那边躺在那边想 没路由啦 站起来 站起来去做事情 走出去 站起来 我现在发现 有些人就说 我都跟神明球啦 但就是没有 可是你的计划是什么 要执行 对不对 你刚刚说 例如说我要每天做什么 什么事情 才你没有物质上的 真的去行动 怎么可能会有奇迹发生 对我们回到节目 一开始讲的那句嘛 要有实质上的行动 物质上的作为 才有灵性上的奇迹 对 你要给他一个 我们物质生活的载体 不然他怎么去蹦出那个奇迹出来 对对 对 所以观想自己有三圣火焰的品质 然后去计划好你要的生活 然后去创造出来 真的就可以了 嗯 那我帮大家提问一下 我做一个实战演练 我可不可以就是听一个 就是类似麦伦的音乐啊 然后就自己坐着 然后就观想我自己盘 观想自己盘坐 然后三圣火焰在这边烧吗 是这样吗 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这样子可以 然后就像五到十分钟这样子 对对对 那个火焰是真的在烧 那需要下意图吗 可以不用下意图 因为三圣火焰 已经是一个固定的模板了 所以有点像自然而然 让你内心生起哀 智慧力量 然后也生起更多的觉知这样子 对对 非常适合那些生活 还找不到方向 而且还可能有点混乱的 过得不好的 那或者也很适合那些 想要好上加好的人 可能有些人已经用紫色火焰 已经用到 真的变成生活变得不错啊 但想要好上加好 那你也可以使用三圣火焰 去增强美好的生活中 和生命中美好的品质 这样子 如果 如果大家就是有些人 就会跟我们说 我用三圣火焰做了 为什么都没有用 可能当你发现你这件事情 祈求不断的祈求 它一直没有作用的话 嗯 除了我们说的没有心 没有可能你屋子上 事实没有行为 还有一个可能是 它真的 你可能错方向了 你的 你的 那个灵魂一开始 要走的脚本 跟你现在想做件事情 是不同的件事情 没办法帮助你 所以它 没有发生 不作用 是这样吗 是的 是的 嗯 最后我们要补充什么吗 小队长 小队长 可以讲吗 好 那个是 那个是专业 好 那个不能讲 好 那是最可能 助作权 好 小队长大嘴巴 哈哈 这就等 大家去上阔了吧 有助作权我们就不讲 那我们可以 我稍微最后补充一下 那个小东西 也让 让我讲 真的不能讲 不能讲 这不能不该讲了 好了好了 我都第一在吵了 哈哈 我一个可以讲 我就讲一个字 我很好很有趣 因为你知道 就西方在顶峰灯台 里面有讲到说 那个 我们的周公叫做 蓝道 蓝道上师 英文叫lanto 然后那个 周公他是蓝道 对他也是我们的 那一个 其中一个 阳神上师 第二道光的上师 我今天来讲一下 阳神上师有谁 我很快速的简介 因为我们下一集 就会开始讲 阳神上师 耶稣上师 观音上师 大家都认识嘛 对不对 圣泽曼上师 是紫色火焰守护者 圣塔库玛拉 是三圣火焰的守护者 所以为什么 我们要讲 圣塔库玛拉 因为他就是 三圣火焰的守护者 再来是一个 全透明的光的守护者 第四道光的守护者 叫做 色诺佩斯贝 然后再来一个是 Kuzumi上师 是第二道光 黄色的光的守护者 然后 还有一个是 EOMOYA 蓝色光的守护者 然后 再来是那个 威尼斯的宝罗 他跟Sene的Kumada 是同一道光的 一起的守护者 然后再来是一个 翡翠绿色的守护者 是谁呢 是Cylarion Cylarion 然后再来是 红宝石的光的守护者 也就是 Lady Nada 纳达女士 相传她是 耶稣上师的 阴性面相 啊 对 看我们也会说 她是耶稣之妻 但是这样讲 可能有点冒犯 那我们就讲 她是耶稣上师的 阴性面相 Lady Nada 然后再来有一个 就是紫色火焰的守护者 叫做 圣泽曼上师 那以上都是我们的 阳神上师 她会在地球上去帮助我们 协助我们能够阳神 我可以再讲一个 就最后一个小 因为刚好我们这次有 那个阔寮的庆典 那阔寮庆典就是为了 把阳神回带下来 帮助大家都可以进入阳神 这样子 对 好 好希望大家一起升空 一起 咻 一起 咻 哈哈哈哈 也不用飞太快啦 对啦 就是快乐的飞 快乐的飞 如果你觉得很 就这样 就是找 我们其实 说到底人最后都是会扬升的吧 对啊 不管你现在是这个人的频率太低 说我这辈子不会扬升 不可能 不可能 我们最后都会扬升 只是 只是需要多少时间 只是你需要多少时间 然后你需要经历了什么 然后并且在你经历的过程 你到底是什么的状态 对吧 对 最后 所以大家同学们也不要急 说我是不是被忘记啦 我是不会扬升 不可能 每个人都还是会扬升 只是 这些工具呢 都是你扬升路上的好伙伴 对 我觉得应该这样想是 是不是你在累积这些生命间的过程 其实你就在累积这些光 累积你生命中的爱 累积你生命中的力量 累积你生命中的智慧 所以这些小小的累积一点一点一点 你就在收集收集收集 然后你就 就变成了 这样开那个很美的花朵 对啊 你就有办法养生 好了 我们祝福我们自己 也祝福观众朋友 可以赶快 就找到美好的品质 然后 过上跟 自己更想好的生活 好 今天就到这边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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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圈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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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